为了能够更好地稳定陕西地区的局势 在1964年的时候 叶剑英这边第一时间赶到了西安 为了避免其他有心之人做文章 叶剑英这边表示 自己去往西安地区 只是进行视察的 但熟悉内幕的人们都知道 叶剑英这次前来 带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 那就是把这里的局势给稳定下来 因为当时的胡耀邦情况 已经非常不乐观了 不仅身体饱受病痛的折磨 陕西省委这边 也是看他极其的不顺眼 对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批斗 这就导致他的身体状况日益下降 见到胡耀邦之后 叶剑英的表情也是比较复杂的 叶剑英还对胡耀邦说了一句 胡耀邦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那就是要胡耀邦 不要和他们斗了 就算是和他们斗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么叶剑英口中所说的 他们究竟是谁 在1964年的时候 中央交给了胡耀邦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让他去到陕西地区工作 在这之前 他一直在中央担任高官 去到陕西工作之后 把陕西二把手的位置交到了他的手中 他成为了西北地区的第二书记 来到陕西之后 胡耀邦这边发现了一个很反常的点 虽说自己过去的时候 表面上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端倪的 但就是太过于风平浪静 反而让胡耀邦意识到更严重的问题 当时胡耀邦这边刚来到陕西的时候 陕西这边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 如果是其他人的话 会觉得这一种方式能够推动陕西的发展 肯定是相当要好的 但胡耀邦这边通过调查发现 这一种教育文化存在一个十分不友好的点 那就是格外的偏激 还存在极端的现象 胡耀邦看到这样的情况 那也十分的着急 如果任由这一种现象下去的话 对陕西的发展来说起不到任何的好作用 反而还会让它走后退步 所以胡耀邦这边 立马就停止了这一个社会主义教育 胡耀邦表示 现在陕西的发展 没有必要把目标放在教育方面 先把生产经济给发展起来就可以了 只有这样 陕西才能走上正确的步伐 当时这一些基层干部 也觉得这样做确实有好处 但胡耀邦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提出来的这一个想法 得罪了许多陕西高层的领导 在这一些高层领导看来 他们必须得做出政绩 才能让党中央重视到自己 所以胡耀邦在来到这里之后 直接就触碰到了这一些人的利益 这一些人觉得胡耀邦 和自己不是一伙人 所以很快就对他进行了批判 胡耀邦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只想要这个地方的发展变得更好 谁知道却遭到了他们的激烈批判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胡耀邦的身体很快就出现了大问题 直接在工作岗位上病倒了 当时幸运的是 有人把他第一时间送去了医院 在医生的治疗之下 胡耀邦的情况才慢慢有所好转 在这期间 省委这边或许是不想把矛盾给闹大了 所以他们并没有在这个时候 找胡耀邦的毛病 等到胡耀邦的情况稳定下来之后 他们又开始对胡耀邦进行批判 这就导致胡耀邦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 好不容易好一点又被气病倒了 这就导致他经常需要往医院里边跑 这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胡耀邦的生命都完全得不到保障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告诉了胡耀邦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叶剑英这边 要来到陕西做视察工作了 当时秘书这边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是无比的开心 因为他和胡耀邦所想的一样 虽然中央这边表示叶剑英之所以会视察 那是为了看看陕西地区的发展怎样 但只有他们知道 当时叶剑英这边就是 为了胡耀邦才来这个地方的 看到叶剑英对自己的事情这么上心 胡耀邦的心里其实也是有一点不舒服的 因为他知道叶剑英的工作究竟有多忙 出空来到这里已经是很麻烦了 虽说当时自己的身体不是很好 但他还是和秘书说 让秘书帮自己找一套最拿得出的衣服 还表示要去接叶剑英 当时秘书在听到胡耀邦所说的这些话时 都在劝他不要激动 因为他的身体现在很不好 生怕胡耀邦会出什么幺蛾子 但胡耀邦这边却执意前去 在叶剑英到达的当天陕西省这边 这边也很重视这一次见面 特地派了许多大咖过来 他们不敢带满中央来的这一个大人物 当时的胡耀邦也来到了这一个大队伍里边 只不过他和周边这一些人的精神状况完全不同 周边这一些人一个个看上去身体都很肥 但胡耀邦这边就不同了 他整个人看上去格外的憔悴 之前的这一些衣服也全都给他大了很多 在飞机降落下来的时候 叶剑英和张爱萍从里边走了下来 他们静止地朝着胡耀邦的方向走了过去 看到胡耀邦来到这里之后 变成了这副模样 都表示胡耀邦瘦了太多太多 当时的张爱萍更是表示 陕西地区倒是肥了起来 而您却瘦了这么多 当时这些领导很快就听出 这些人究竟是来干什么的了 但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中央来的大人物 陕西这边也不敢怠慢 他们立马就举办了一个欢迎宴会 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宴会开始的时候 叶剑英这边就十分心疼胡耀邦 因为胡耀邦现在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而之所以这么不好 全都是当地的这些人造成的 等到宴会结束之后 叶剑英偷偷把胡耀邦喊到了自己的房间 和他进行了谈话 看到昔日一起合作的同伴变成这副模样 叶剑英的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他和胡耀邦表示 让胡耀邦不要和这些人再斗下去了 叶剑英也知道 现在的西安存在的恶习是相当多的 胡耀邦在这里肯定也受了不少的委屈 叶剑英这边十分的心疼 胡耀邦这边也表示自己 被批斗的次数多达六次 每一次在批斗之后 自己还要做检讨 但问题是 自己压根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却莫名其妙被批斗了 这也是胡耀邦怎么也想不明白的 在胡耀邦看来 这一些人就是故意整自己 因为自己的立场和他们不同 当时的叶剑英之所以会和胡耀邦这样说 那也是在提醒他 如果遇到自己搞不定的事情 那就直接和中央汇报就可以了 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胡耀邦这边是比较感动的 但他又非常的无奈 因为这样的局面 他也不想看到 很想要改变 却又没有任何的办法 胡耀邦在听完之后 也点了点头 在西安地区待了几天后 叶剑英这边 由于工作需要 必须得返回北京了 在离开西安之前 他还特地找到了胡耀邦 想要把胡耀邦带到北京地区 让他接受更好的治疗 当时陕西省的领导 这边或许是不想把丑陋的面目 给暴露出来 他们又假装地挽留胡耀邦 说要胡耀邦继续在这里留下去 这时候的叶剑英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直接表示胡耀邦 来到这里治了这么久 不仅没有治好 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莫非您的意思是 瞧不起北京地区的医生吗 这一个领导很快就明白 叶剑英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不仅起到关心胡耀邦的作用 还能够提醒这些陕西的干部 那就是中央派到这里的人 不是谁都可以随意欺负 当时的胡耀邦思考过后 也决定和叶剑英一起返回北京地区 因为当时他就算是留在这里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留在陕西地区的这些人 恶劣习惯实在是太多了 凭借一个人的力量 想把这些恶习给改过来 是压根不可能的事 胡耀邦这边也多亏了叶剑英 才成功救一命 如果继续待在陕西地区的话 或许这些高层领导之后 会想更过分的办法来针对他 你觉得叶剑英这一举动做得正确吗 谢谢大家